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永远的五月 五 作者徐晓 朗读者兰珊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 由于身体不好 他非常耗尽 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以后 他变得更加沉默 没有客人时 他经常长时间一言不发 只要身体允许 他会找个琴友下围棋 尽管棋艺不高 长进不大 还是当个事儿似的买来不少围棋书 并且以挥下围棋为荣 他可以长时间地阅读 而且读书的速度很快 阅读的面也很广 令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望尘莫及 回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音响 他只听古典音乐 柏拉姆斯 比才 柴科夫斯基 也听贝多芬 夏斯塔克维奇 三年多住院生活 真正陪伴他的是我弟弟送的激光畅盘单放机 立体声单放机 收录两用机 朋友们来看他 唯一的要求是要书看 紧着掌还总是供不应求 他喜欢独处 即使是在人多的场合 他也总是沉默 沉默是他自卫和进攻的武器 便利而有效 在一次对峙性的谈话中 他曾经三个小时一言不发 真正的一言不发 对方也真正的奈何他不得 他生病之后 我为他整理过早年的情书 寄自南方 出自同一个女性的手笔 一个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 信写得浪漫而深情 我把几十封信排列起来 发现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主题 都是抱怨他不回信 我理解一个恋爱中的女人 得不到一封回信 依据回答的无奈和无助 结婚之前我们曾有过一次 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 和大多数试图与情人 重归于好的男人不同 他始终苍白着脸 咬紧着牙 不求不劝不哄 不说一句好话 单单执着地到我单位门口去等 而且回避着不让我看见 我的矜持最终扛不过他的沉默 结婚以后 对于他的铁嘴铜牙 我有了更多的领教 只要他不愿说话 任你怎样软硬兼实都无济于事 用不理他的办法和他赌气 算是上了他的当 如果你能坚持十天不和他说话 他一定会坚持二十天来回敬你 对朋友他可以一味地违背自己宽容无边 对我则是苛刻到底 说来好笑 我们婚后第一次吵架 是因为一个不足一两的面团 包完饺子剩了几个皮 我做成了面条 连续两天都没机会煮了吃 天气热 面发酵了变黑了 我扔进了垃圾桶 他指责我浪费粮食 我认为他小题大做 结果炒得不亦乐乎 他的节俭 常常到了让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最使我觉得不可理喻的是 他病倒后的一件事 他得的病叫肠漏 肠子粘在肚皮上 溃疡后 在肚皮上穿了一个洞 任何食物吃进去 等不到被吸收 几分钟后就流出来 看着他一天天衰弱 生命一天天地 从他的体内流走 我急得满城求一问药 终于在301医院得知 304医院新进发明了 一种口服营养液 炎热的6月 我独自一人 站在医院的院子里 拿着医生开的介绍信 眼泪刷刷地往下流 药属于自费 但只要能治病 谁会在乎花多少钱呢 第二天一大早 我骑车 坐地铁 走路 一个人跑到西郊 买了三箱药 生平第一次 自费打了辆出租车 兴冲冲地赶回医院 我瞒着他 不让他知道花了多少钱 可还是被别人说漏了嘴 不出我所料 他嫌我花钱 大手大脚死活不吃 我伤心地一个人在楼道里落泪 与此同时 他却拒不接受 一个朋友送到医院 还给他的一大笔钱 当时别人以为他这样做 是不愿意让我插手 男人之间的经济来往 后来他解释 拒绝接受的唯一理由是 那个朋友还钱 不是已经有钱 而是因为他生病凑了一笔钱 他对物质的蔑视 对名利的淡薄 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也自认为 在这方面 我们不会有什么分歧 可是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中 却成了障碍 婚后第六年 我们终于分到了一套两居室楼房 为了得到这套房子 我在单位上下游说 几个月坐卧不安 公布方案的前几天 紧张得直失眠 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心有余悸 房子分到以后 我特别兴奋 终于有了自己的窝 再不用为借别人的房子而内疚 再也不用为生不着炉子而犯愁 为冬天在室外洗衣服洗菜而发怵 我们快两岁的儿子 也再不用因为怕摔在炉子上碰伤 而总被拴在床上 他的放疗性肠炎 引起常年腹泻 冬天夜里爬起来穿戴好了 到胡同里去上厕所 一夜折腾几次 冻得就别想再睡 夏天一吨半个多小时 被蚊子咬得受不了 这回他不用再为那倒霉的腹泻受罪了 作为主妇 我希望把我们的家布置得漂亮而温馨 作为妻子和母亲 我愿意尽全力让我的丈夫和儿子 生活得不比别人的丈夫和儿子差 我有什么错 可他却说 对我来说 住楼房和住平房没有什么区别 住两居室和住阁楼没什么两样 我照样接待朋友 照样可以看书下棋听音乐 我们没有彩跌 没孩子以前 我没觉得是个问题 可孩子渐渐大了 要看动画片 我想买一台 他说 我们小时候不是没有电视吗 照样长大长知识 他反对我打扮 说 你穿什么戴什么 对我来说都一样 嫌你不漂亮 根本就不会娶你 我承认我不如他超脱 我比他平庸 但我是女人 一心雇丈夫 雇儿子雇家的女人 你付出的没有人接受 你的心愿没有人理解 总之 没人领你的情 当然觉得特别委屈 我怨他怪癖 不尽情理 恨他冷漠 无动于衷 我觉得他的小气与大方 偏狭与极端 全是冲着我来的 全是为了折磨我 如今 当我把有关他的故事 放在同一张稿纸上来写 把他的身体 他的经历 他的性格 放在同一个屏幕上来看 当生命无可挽回地逝去 一切已经成为历史 坐下来从头到尾 细细地读完他人生的全文 我发现 其实 这些不难理解 试想 如果他为名为利 为金钱所累 他还是爱他的朋友们 心目中的老周吗 如果他不是把自己 看中的东西强调到极致 生活在分裂的时代 怎么可能保全自己 不成为一个分裂的人 一个男人 体弱多病 饱受折磨 没有强健的体魄 耀眼的成就 凭什么保有尊严 应得敬重 当年我又为什么崇拜他 爱他 嫁给他呢 如果说他的淡薄 退避 极端 是他赖以生存的策略 他是成功的 每个人不都有自己 赖以生存的策略吗 他站在社会的边缘 与现实的喧嚣 浮躁 伪顿 形成反差 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 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 当然 他不是尽善尽美的 他选择传统中的光明 也被传统的阴影所笼罩 他蔑视世俗 却不能改变生活于分毫 如果有人因为 把他看得尽善尽美 而对他失望 不是他的错误 那么 作为承受这一切的我 该抱怨什么 又能向谁抱怨呢 是的 生活在不断变化 不惜一切代价 忠于一种观念 已经使人疲惫不堪 我们不该固守成规 也没有必要 总对往事耿耿于怀 但是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男人和女人 老年人和中年人 不都或多或少 或心理或生理 或内在或外表 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吗 闷心自问 有多少人 能把自己所尊崇的生活准则 贯彻到生命的始终呢 乡间绿店 七个普通游客 大雪封山 命案 接连发生 厨房门口的死尸 房间角落的机器 清晨咚咚的响动 女孩刺耳的叫声 神秘来客 试图揭穿真相 迷雾重重 似有障碍足阁 至于系推理大师 一般性太郎奇幻之作 暴风雪中的死神 让你寒冷一下 下一个死去的会是谁 下一个死去的会是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